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计划视频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请看啊 这叫做解决分支冲突 咱们上一期制造了一个分支冲突 对不对 那么今天干什么 把它解决掉吗 对吧 好 看一下咱们的质点啊 还是这个命令啊 GIT merge 然后呢 从哪个分支 merge过来 这就填哪个分支名啊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实战演习啊 今天咱们是 首先看一下当前分支的状态 然后呢 切换到主分支 因为咱们是想从开发分支 把开发分支的代码呢 merge到咱们的主分支 所以呢 咱们先切换到主分支 然后呢 用这个命令 merge DV 开发分支 咱们上期呢 是做到这个步骤 然后呢 发生冲突了 那今天呢 咱们需要编辑一下 index文件 去掉这个冲突 对不对 这个肯定是手工需要做啊 因为GIT 它不知道哪行代码 是优先代码吗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就做这个问题咯 试一下 这个呢 是上期的代码 咱们看一下啊 左边是 I hate git 对不对 右边呢 是I like 那咱要以哪个为准呢 所以 是这样 大家请看 这一行代码呢 是说什么 是说 呃 允许当前的改变 允许 incoming是什么 是进来的改变 还是说两方面都允许 还是比较改变 呃 当前是哪个分支 master对吧 点这个呢 是说呃 master分支为主 这个呢 是car分支为主 这是两方都要 这是比较 不用比较 咱一不了能看到 对不对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行命令 我可以点吗 这个呢 不是GIT的功能 我现在用的是微软的 VideoStudio Code吗 是VideoStudio Code的功能 您一般来说呢 是没有这个命令的 如果您是用这个写字板 记事本 nano VI是没这命令的 呃 因为这个VideoStudio Code 对这个GIT支持比较好嘛 所以它会出现这个菜单 呃 咱点吧 比如说 咱们呢 优先 开发分支了 改变 咱们就点这个啊 试一下 go 哎 怎么样 看到没有 呃 开发分支的内容呢 已经过来了 那 接下来咱们就干什么 存盘退出 然后呢 回到主分支 进行追加和 commit 咱们试一下啊 我现在马上打开一个 呃 terminal terminal应该翻成吗 这个窗口啊 然后咱们进入信息库 GIT Add 诶 GIT status 看一下 哎 没问题吧 然后呢 咱们用dots下的mall命令 看一下这个index文件 这没问题吧 跟我刚才那看的是一样的嘛 I like git 这是开发分支的内容 对吧 然后咱们进行合并 如果说这个是 呃 主分支的内容呢 那我 叫git status 是看不到任何的改变 它就不红 对吧 或者是红 说明了 咱们是用的是开发分支的内容 好 咱们现在需要把它进行提交 试试一下啊 git add点 然后 git commit 减m 然后这儿挑上 merge the by leader 这为什么是leader 这为什么是leader 有朋友知道吗 是吗 两个担当者 对一个文件进行了修改 但是呢 他们修改同样的地方 以谁为准 是谁做最后的决定 是团队leader领导吗 PM 然后这儿不敲 leader敲PM也是一样啊 由他做决定 然后呢 由他进行merge 他拍板 咱们就用 比如说cavenger 这个人的担当 的代码就完了 所以这地方是敲 这是leader进行了merge 咱们回撤 好 leadermerge完之后 咱们呢 敲git log 看一眼 咱们现在主分支 当前的状态啊 one line 减 五吧 大家请看 刚才这个leader merge的信息呢 已经加进来 这个呢 就解决了代码的冲突 对不对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分支的结构 没有问题吗 看下分支还留着 如果说你不要呢 把它删掉也行 不过这个就不是咱们今天的主题了 好 以上呢 就是这一期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今天呢 咱们把上一期留下的课题解决掉了啊 解决了分支冲突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然后现在我代码呢 会放到开安中国 今天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